听说生石亏可以给土养进行消毒 很多朋友就人云亦云 事实上您知道生石亏养花土养消毒的正确方法吗 不懂赶紧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由于生石亏是碱性的 而且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钙元素 美元素 所以很多农民会拿它进行土养消毒 很多新手的夸友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 赶紧去买了一包生石亏 来打算给花盆里面的土养进行消毒 您知道吗 如果你直接把这个生石亏撒在花盆里面 这个生石亏不仅帮不到你的植物 而且还有可能害了它 生石亏可以给土养进行消毒 那么就直接把生石亏撒在土养表面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你往上学回来的生石亏使用方法 是不是都是这样 那么恭喜你 您的方法完全错误 我家是四代的农民 几代人都是种田的 我小的时候就跟着老爸跟着爷爷在地里面种菜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地里面可以撒生石亏 但是你知道吗 农民虽然他直接撒完生石亏就直接了当了 但是事实上他撒完生石亏之后 他还有一步他没有告诉你 如果你直接把生石亏撒在土里面 然后去种花 您会发现大部分植物都会受不了 然后枯萎的 正确的生石亏处理方法应该是撒完之后 不干一个事情 这才是正确的生石亏使用方法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把那个花盆换下来的旧土 放在太阳底下 先晒上两个星期 这样子可以把花盆里面大部分的有害细菌杀灭 然后晒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生石亏撒到那个旧土里面 撒完之后 拿个工具把它搅拌均匀 让生石亏和土壤充分的接触 第三步 我们可以往里面少量的撒下清水 撒水的作用呢 是为了让这个生石亏和水发生反应 形成热量 这样子呢 会非常有效的杀灭这个细菌 浇的水不能太多 适量就可以了 太多呢 很容易导致这个水分呢 把生石亏给带走 弄完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步 取来一个塑料袋 把土壤装到那个花盆里面 然后呢 在塑料袋 用塑料袋把花盆包裹起来 这样封起来 20天到30天的时间 这期间放在太阳底下充分的晒 不用做任何的处理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那个生石亏使用方式 30天过后呢 这个土壤里面的有害成分呢 已经全部弄完了 全部死掉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花盆 土壤一次性的浇透水 把那个生石亏给带出来 这样子的土壤呢 就可以拿来养花 拿来种菜 由于里面的那个有害成分呢 全部死灭了 基本上虫子啊 细菌呢 基本上都没了 这样的土壤再拿来养花 您会发现呢 就不会长成这样子了 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土壤 拿来养花 会非常非常的棒 压根 不需要怎么处理 生石亏给土壤消毒呢 的确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一定要懂得如何正确的使用 千万不要人云云云 直接撒在花盆里面 就拿去养花 里面的碱性 还有热量会一下子帮你的植物彻底的摧毁 这样子拿来养花 养多少盆都是死的 正确的方法 应该刚才我这样子 您会发现呢 这样养花还省事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